作为比亚迪目前最大最豪华的SUV 当你站到这台唐的身边的时候 它给你的气场和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当然它的20多万的价格 也是比它的兄弟车型要高了很多 可是这个钱你并不会白花 因为你会得到一个更庞大的车身 更大的车内空间 更高的配置 更长的续航 以及更强的动力 当然我身边还有一台纯电的版本 它的唐一味 今天我们拍的这台车是唐的DMI的版本 它的前脸的造型和SUN PRO是比较相似的 是比亚迪前两年的设计风格 整体来说中规中矩并不是特别的出彩 但好在因为唐的车身尺寸是够大的 所以这个前脸放在唐身上明显的要比SUN更耐看一些 但是今年唐还推出了一个DMP的高性能的版本 DMP版用了一个全新的前脸的 那个前脸的造型可能会更加的激进一些 但店里头是没有这个DMP车型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拍 唐DMI的车长是有4870毫米的 轴距也有2米82 但是因为设计的原因 它给人的视节感官是比较细长 但实际上它的宽度是有1米95的 一点都不窄 而我左边的这台纯电的唐一味的版本的车身尺寸 实际上要比它更大一些 唐的车尾给人的感觉确实是挺高级的 尤其是风格也比较圆润 而且尾灯点亮以后的效果是特别的漂亮 另外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C柱的位置有一个凸起 所以让这个车显得很细长 不过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格 当然并不只是唐 其他的使用这种风格的车 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 唐的内部给你的豪华的感觉 立刻就不一样了 首先来说最不一样的就是座椅 看这个座椅 前后调节 高低调节 靠背调节 腰部支撑 腿拖全都有 并且前排的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都是标配 如果你想找一个合适的坐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唐的内部全系都标配了L2级的自动驾驶功能 另外像预加热 外放电也都是全系的标配 唐的中控台的布局和送其实是差不多的 可是它的配置是更高的 比如说15.6寸的中控大屏幕 尺寸更大 液晶仪表的尺寸也更大 另外它周围是有氛围灯的 而且这个部分都是翻毛皮的 手感非常好 特别高级 除了最低配的那个版本 在配置方面略有欠缺之外 其他的版本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咱们去后排看一下第二排的空间 坐进第二排啊 座椅仍然是非常舒服 也很宽大的 但是在一些高科技的配置方面 就明显的不如第一排了 不过还好的就是它有前后调节 座椅的靠背也是可以调节的 那下面我们去第三排看一看 坐到第三排啊 我个人觉得座椅的柔软程度 靠背的柔软程度都是很不错的 另外我现在的腿部空间大概有四指左右 因为我前面二排的空间留了大概有一拳的空间 所以整个的腿部空间表现还可以 只是座椅的承托度是不行的 因为我的大腿基本上都已经悬空了 如果是长途坐的话肯定会很累 那后排的座椅也仅仅是用作于临时的应急 作为一台20万起步的SUV 唐跟他的兄弟就不太一样了 他起步就给了1.5T的动力 另外呢 纯电的续航有112和252公里两个版本 那无论是哪一个版本 在城里你开几天都是不用充电的 另外他的DMP高性能的版本 4.3秒就能够破百 整体的性能是非常强悍的 唐作为比亚迪现在的旗舰 那我个人觉得他现在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的 虽然价格稍微贵了一点 但是配置也是更高的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买这个级别的车的话 唐还是一个挺值得推荐的车型 谢谢大家